好 第二位是Amanda 好 因為我已經太想說 我就是一個大牡丹 對 舞台單身 牡丹 對 所以今天我就直接 來開始我的條件 我的理想 直接真友 對 直接真友 第一點 身高180 180 我跟你講 這不是我要求高 這是我講過很多次 180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瘦小的女生 差不多180吧 180 那你們站一下 我跟你講 我曾經就是 對 對 這樣才有小鳥藝人的感覺 對 我曾經就是因為她 所以我就跟月老說 184最好 很好 就是因為她 我懂 對 這個身高剛剛好 對 你們懂吧 因為我不是嬌小女生 如果她沒有那麼高的話 我就會變得很大 大雕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是 我喜歡幽默的人 學柔的講話也滿幽默的 因為我就很愛笑 我就是一個很愛笑的女生 所以我是希望對方也可以 讓我小豆樂的感覺 那如果小鐘哥那種呢 可是她沒有180啊 小鐘哥沒有180嗎 有嗎 小鐘哥180 有嗎 有的時候也會算 但小鐘哥可以 因為小鐘哥 有第三個條件 她最近有在轉變 什麼 潮流 最近是潮流的 對 她跟你嘻哈都穿那種寬的 然後因為我就是 其實我就是 比起長相 我更在意的是 穿大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 有理想的寫真 寫真 太直接給了 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話 你就是夢想要這樣拍照 不是 因為我就是很 我喜歡有那種 小鳥依人的感覺 但第二張有點逼人 有點逼人 我們試試看嘛 好 有 今天我們大師有幫你那個 真的讓你看能不能 他盡量瞧了 他也盡量幫你排了 心象也幫你稍微挪動了一下 真的假的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天才 補體嗎 補體 AKA 台灣普敘俊 真的 真的 很帥 好緊張喔 歡迎我們的神秘嘉賓 台灣普敘俊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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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聽到你的三個條件 全部都是符合我的 對不對 幽默 180以上 幽默 衣服寬鬆 完美 天才 天才 那你現在可以完成一下 他的幾個PO 你也符合條件喔 這個 符合條件 符合條件 第二個放最後試看看 你先來個輕鬆的 先浪漫的 這個嗎 愛心 我們循序漸進 對 一個一個來 循序漸進 很搭耶 光身高 你們身高好搭喔 真的好笑喔 第二個 就這個了 都喜歡這個了 精神怪物 精神怪物 精神怪物這個 我要 要這樣環抱 不要勒死他 我真心勒他 我真心勒他 有耶 有耶 他最重頭戲了嗎 可能要重頭戲了吧 他是從哪一個開始 對啊 就從哪一步開始 你要先彎 沒有 你不能 他蹲了他等一下會站不起來 還要 還要先 尊重我的寶貝 好美 我認真這個意思 你這樣... 不是 最高的這裡 來了... 3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等一下... 我... 我也好害怕喔 有感覺... 有沒有... 很可愛 可愛 然後他很開朗 對 又幽默... 好幽默喔 我是說 我覺得可愛的地方是 他平常是開朗 但是好像... 就是要... 談戀愛的時候變成有一點... 你有一點... 燒包... 燒包... 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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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魅力 有嗎 會嗎 會...對不對 當然會啊 感覺出來 女生嗎 我怎麼會流汗 因為他節目上才這樣子開朗 但平常是... 你真的看出來 是不是很了解 對不對 很了解 對... 你是安婷是什麼星座 水瓶... 這瓶座 你自己... 忘記... 嚇到... 但是... Amanda受不了水瓶 我必須說... 風天... 他真的是我的理想性 你... 在一起... 真的假的... 沒有... 小情書要給你 天啊 這可以念出來 那種小情書嗎 我們... 我們是沒人婆耶 真的... 真的... 有認真 好認真 你好 好認真 經常出現在我腦海裡的那個你 現在出現在我眼前呢 我是一個不甘寂寞的獅子座 所以我希望... 未來... 就是... 美好的旅行有你 甜蜜的晚餐有你 浪漫的星空下有你 而你的心裡... 有我 好強喔 好強喔 很重耶 那你...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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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講完的 還有這個造型 你知道是什麼造型嗎 什麼造型 沒有你不行 你小時候上身喔 學壞了你 學壞了你 謝謝... 用心... 感動了 感動 開心... 我跟你講 老師要開牌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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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星座又改了 剛剛說什麼都想為你做嘛 我想跟你做 一起做 一起做 一起做好不好 好噁喔 來... 我們大家跟他一起做 我們一起做 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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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擁擠喔 老師請接 老師 獅子座 拜託 拜託 我跟你講 我覺得你們好像偷看了我的答案 你們的事情都是跟這個星座該遇到的狀況一樣 獅子座在這裡 而且獅子座的對象 好運 就是名人 明星 或者是大老闆 這個桃花運 如果不用在桃花 用在事業上也很好 很好 因為我們剛剛講貴人運嘛 對 對 還有形象啊 知名度啊 都有往上飆升 就是其實是 你是別人不敢追 不是你梅桃花 所以能夠跟你相應的一定地位也要很高 Level也要跟你相等喔 比如說或者是高於你都沒有關係 然後或者類似啦 就是你喜歡的人他也會 喜歡你的人他也會類似想找你合作啦 用這個當藉口來靠近 工作上 那所以你也要盡量往那一種比較有水準的 出入那些比較高上的場合啦 或者是見一些有正式感覺的聚會啦 這樣對獅子座的桃花打開的會比較快 雖然開得不多 但開得很精緻 很棒耶 對 這是從獅子座的角度 所以在桃花是第三名 好的都 你是水瓶嗎 水瓶 水瓶 你如果開在黑的我揍你喔 水瓶沒有在這裡 十瓶 因為是不是 其實水瓶座 我沒有把它排在好或壞 但是水瓶座最近很忙很忙的 然後最近的心情比較不是風花雪月啦 但是水瓶的桃花 Amanda 你聽著喔 四月 四月多以後就漸漸開了 很快很快 這三個月 那個時候就忙得告一段落啦 然後心態上也不一樣了 覺得準備好了之類 因為現在水瓶也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然後或者是很忙亂 然後就會覺得還要分心去談感情 會不會更忙亂一點 這是水瓶的心情 所以水瓶可能到四五月的時候就厲害了 那個時候會有很多新的舞台 剛剛老師說的就是去年我真的是 我的桃花沒有到多壞也沒有到多好 真的是中間 然後有一次我PO文說 我身高高也有困擾 然後有講出來又被說我在炫耀 這種困擾只有胸部大的女生才能理解 因為胸部大的女生也講出來就是說 你在炫耀胸部大怎麼樣 所以結果後來有一個粉絲私訊我說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 因為我的胸部超大 你要不要認識一下 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她穿她的那個上空罩給我 好奇怪 上空罩 妳就要回禮是不是 對 她給妳上半身 妳給她下半身 我們完整了 日本人就搞了一手 你應該不行吧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行 但是我覺得這種感覺很 開放的女生 我覺得截股了 截股了 結果那個IG的 有一個功能是 看了一次就會被刪掉的 有一個秘密聊天室 對 積分模式 對 然後那個裡面是截圖了 還被對方通知 蛤 你好丟臉 我截圖了 她知道 你的對方有截圖你們的聊天畫面 好丟臉喔 鳳姐 妳怎麼截圖了 妳是不是很開心 好準喔 她真的私底下忙很多事情 對 好忙 好 那我們期待你們四五月的開花 全球時尚 一手掌握 女人我最大APP 你的隨身美麗密書 從化妝秘籍到穿搭技巧 讓達人帶你蛻變 過年打開APP 掌握開運穿搭 超桃化妝容 還有最新的短影音 一滑就上癮 揚揚 欣喜行李 專為你設計 立即下載 開啟您的時尚生活新片章